本是幸福的一家五口 只因丈夫劈腿妻子就向他提出了离婚 人豪直接被吓得蹊跷流血 扑通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然而当真书翻开他的眼皮检查瞳孔时 眼睛却不自觉地转动了起来 人豪装晕的小伎俩一下就被真书识破 就在真书让儿子端一盆水 准备给他醒醒脑子时 人豪却突然睁开了眼睛 事后人豪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 会在地上请求真书的原谅 他说他不想和真书结束这段婚姻 只要真书愿意原谅他 他会用余声为这件事畅谱 可真书却还是坚持表示要离婚 还说这不是跪一下就能解决的事情 人豪一听瞬间就怒了 他站起来说离婚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 必须取得双方的同意才行 真书听完只是淡定地回了句 我只是在通知你这件事情 我并没有和你商量的意思 然而就在真书说完准备离开时 门外偷听的一家人却突然冲了进来 而真书也不想再藏着掖着 他当着家人的面公布了要和人豪离婚的事情 随后真书便开始单独和儿女谈话 两人都表示支持真书的一切决定 可是上一秒还在故作坚强的真书 在儿子和女儿离开后 他就再也忍不住地捂着嘴巴大哭起来 尽管真书离婚的态度很坚决 但是人豪却不想就此放弃 于是第二天人豪就开始献殷勤 第一次给真书买了早餐 为了感动真书 人豪甚至还给真书办公桌上放了房屋变更协议 协议里写着只要真书不离婚 他就把房子过户到真书的名下 然而真书却对人豪的房子根本没有兴趣 直接就把这些东西给人豪送了回去 临走前真书更是无情地说道 多次被拒得人豪上班时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他脑子里全是真书提出离婚时的画面 就连来看病的病人都被他搞错了名字 为了让真书回心转意 人豪找到儿子想要让他出面劝劝真书 可是郑敏却说 证明的话让人豪瞬间心如死灰 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来挽留真书了 然而就在人豪一筹莫展至极 真书的母亲却因身体不适住进了他们所在的医院 岳母的住院让人豪再次看到了希望 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病房 人豪表示会动员自己所有关系 让医院里最好的教授来给岳母治疗 看着人豪对母亲那副假惺惺的样子 真书的嘴都要气外了 于是在走出病房后 真书就开始警告人豪 让他不要假惺惺的做这些 当初在一起的时候对他母亲不闻不问 现在提出离婚了就想做这些事情来搭建 真书表示只要母亲一出院 他就要和人豪办理离婚手续 可人豪听了真书的话之后还是不打算放弃 他转身就给母亲打去了电话 让母亲买点东西来看望丈母娘 于是转眼间 人豪母亲就买了高档点心来到了病房 此时不知情的丈母娘还以为这是亲家母真的关心他 殊不知他们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利用他讨好真书而已 然而当真书忙完工作再次来到病房时 却发现母亲的主治医生换成了圣熙 当圣熙离开之后 真书当即就向母亲提出要换主治医生 当母亲不解地询问真书为什么时 真书不得已说出了圣熙是人豪的大学初恋的事情 然而母亲听完却开始笑话起真书 说他这么久了还为这种事情吃醋 真书也是无奈 他不敢把人豪和圣熙现在的关系说出来 晚上的时候 人豪为了讨好岳母带着一家人来到了医院附近吃烤肉 餐桌上人豪更是好话说尽 他还向岳母道歉说他因为工作问题没有照顾好岳母 导致这次祝岳感到内疚 完全表现得一副好女婿的样子 然而就在几人吃到一半时 活泼去洗手间的路上 却看到了自己的老乡好 正和另一个女人在示范 活泼不知这个女人是老头的妻子 竟主动走上去询问他们的关系 但是下一秒他就被女人揪着头发 两人在餐厅里打了起来 包房内的几人听见声音当即就赶了出来 然而当人豪准备上前去拉开两人时 老头的妻子却说出了人豪的秘密 真书的母亲听了之后不可置信地询问女人 而女人刚说完 他们就看见盛希带着私生女也来到了这个餐厅 感谢观看